測試加班就是說 其實我們利用了一些經費 套一套派6萬元 添購了這個新的視力檢測器 那我們也透過學校的一些教訓 不管透過iPad 透過APP的軟體 介紹圓球的氣不夠燥 也透過一些相關的軟體跟大體結合 當然還是可以知道圓球的成像的原因 就是跟理化科自然的合作 一些課程同意 另外我們也建教會 或是衛教宣討的時候 透過圓球的教訓跟他做宣導 這個圓球的構造跟如何 跟一些保護一些健康保護相關的原因 另外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2.6公斤的設施料 紅中心有具備6面的圓球場 還有10張桌子的桌球室 還有無數教室 另外我們還有成立的電子費教 電子費教室 然後我們的遊泳池 籃球場 手球場跟籃球場 這是我們的一些晚上級設施 另外我們的中部屏 都是已經整修完畢 然後非常適用 孩子下課的時候可以在那邊 或是說我們一些客 都可以在那邊應用 都可以非常好 另外我們的環境就是 就是綠圓圓畫都非常的足 我們這幾年龍獲台北市田園城市的 小田園跟綠圓圓的都這樣做 連續兩年都了 我們在小田園這一塊跟綠圓圓的 這個綠圓畫上 做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可以看的是 我們配合加入國教組 比喻署的一些政策 一些區域的競賽 我們其實都有慢房 健康燒搬家的熱帶 那我們早上跟下午 都是學校都是充滿的人 孩子都在運動這樣的狀況 那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另外我們也 學合學校一些特色補述啊 我們會辦一些感恩的一些活動 這個 讓孩子對於學校 對人家的珍惜 更真是知不知足 那另外我們也 針對我們的108課竿 談經課程 我們結合 除了在資資上之外 最重要是在乎他的那個 素養能力的量 就是體能跟態度的量 所以像我們課程都會 有一門課叫不數字課 我們青年一起固定都會去做靜態 那這個靜態的過程當中 除了有知識性的知識課 最重要是他的態度跟技能 最後培養他的能力 而且能力就是他能帶的職位 我們希望說 台灣的未來環境會越來越好 所以這是我們在課程上面 一起搭配在做的事情 那也會辦很多的一些財經賽 讓孩子可以自我展現 培養他的成就感 那最重要是我們都 我們雖然遇到疫情 可是因為我們有大 所以我們都可以透過班班的 教室的直播 可以在固定的病名通過直播 那下課時間 我們希望孩子 又不繼續到外面 去運動 去休息 所以其實 我想 這是我們都可以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 等到委員可以看一下 我們大下課的時候 我們孩子要公平保健康 稍微養成健康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的孩子 根據我們的分析 我們的孩子 大概都來自己社區 上學跟放學 都是以走路上學為了 多數 那無論是大街 或是大公車 最後他還是要走路上學 所以我們是 學校整點 有七成 他只是走路上學 走路上學 因為他過足路方式 三個鞋子 那除非是 加五系 機車接種 他是到不到 他才走進 所以 走路上學的部分 他就會 市場接觸到外面的環境 那我們希望陪伴孩子 他這樣的外面 這樣的 這樣的概念 比如說氣量 說他可以 多看看外面的環境 多體驗一下 在預設的食物 跟當時以後 自己的身體健康 我們是鼓勵孩子 這樣子 所以 因為我們是學訓練的孩子 所以我們的分析 其實是這樣子 另外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 我們也透過很多的方式 但是其實最大的方式 最好的獎勵方式 就是孩子喜歡的方便 所以我們鼓勵孩子 就是說 差點學校的各方面的一些活動 還有一些方式 因為孩子就是需要多鼓勵 然後多次的宣導的時候 他才能養成習慣 那如果他養了習慣之後 他就會形成 不變的 這個能力的帶著走 所以我其實 希望透過這個 變幅度的這個方式 那這個 那其實他還是都會非常喜歡 所以我們 有這個最大的一個獎勵 無論是在跑步運動 或是在 各方面的一些健康潮等等 這些都有接鼓勵 這樣方式 好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個 是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要數個 我們要計劃 那這一個方式 在這一個方式